贝里安和舍雪林因婚外情退党辞职 阿云尼急选区议员贝里安和同位工人党党员的舍雪林因婚外情辞去党籍 贝里安也辞去了议员职务 工人党今天7月19日下午在总部召开记者会做出这个宣布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兴表示 就算涉及婚外情丑闻的工人党阿云尼急选区国会议员贝里安没有请辞 他也会建议把贝里安开除 贝里安是工人党在2020年全国大选夺下两个集选区后 第二名退党的议员 盛党集选区前议员蜡玉莎 2021年11月因三度在国会撒谎而退党 针对贝里安和舍雪林婚外情风波 是否会对工人党在下一届大选造成影响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兴说 现在要对此做出评论还言之过早 毕丹兴在记者会上答复媒体询问时表示 工人党在大选前物色候选人时都会有一个筛选过程 他们会尽可能推出好的候选人 以代表新加坡和新加坡人 工人党始终尝试这么做 并且会继续这么做 他也说 如果在临选候选人之前你发现这类事情 他不可能会将他们列为候选人 针对媒体询问有关贝里安和党青年团主席 舍雪林的婚外情何时开始 毕丹兴指出 他并不清楚两人何时开始交往 但应该是在2020年大选不久后 两人也在不久前结束关系 毕丹兴透露 他在周一17日与贝里安和舍雪林交谈 两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失望 也对家人所造成的伤痛感到失望 舍雪林也在早前和家人坦诚 与贝里安的关系 贝里安53岁和舍雪林37岁 都是工人党中尉 贝里安是传媒组主席 舍雪林是青年团主席 舍雪林也曾在2020年大选中 作为工人党东海岸集选区竞选团队议员 对垒副总理王瑞杰率领的人民行动党团队 当时获得46.61%得票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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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